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之後有聽說我的粉絲都知道我喜歡說一些大型的賽事 接下來就想說第四場的賽事,華商會挑戰杯,就是一場國際三級賽 用B加二跑道,1400米的賽事,開跑時間是2點 優馬,聖德精彩,採號馬防電單騎一檔,33磅 這個一檔都不知道害了還是幫助他,因為他要衝一段的馬,抽了一檔 你都不知道他怎樣留口,一流就留到最後,難道難道難跑 那是否可以跟前一點呢? 但這些馬呢,我覺得跑1400米會比較難追 跑1600米會比較容易追 但這隻馬是有級數的 唯獨是這個原因,我覺得放不下他 田泰安繼續決定騎這隻馬,我也想要有因由的,又或者他沒有其他馬選 但我覺得聖德精彩,來到這裏對手不強,可以欺負到對手 我覺得聖德精彩一定要回來 雖然剛剛說捕捉偏慢,但我覺得聖德精彩都超級 之後想說2號馬的健康愉快 拿副拳馬防巴道騎7檔,82磅 健康愉快都是等前走的馬 上場跑場Golfi等前走都散了 之前跑場1600上季,即是兩場都上季 等前走捱到第二回來 和巴道都蠻搭檔的 這場馬唯獨試過當位差一點 這隻馬和二郎比的話其實實力 我覺得都不相伯仲的 一隻熱身,一隻未熱身 但是這些馬都是草草落落,M落跑這些 我覺得都... 這些高班馬你看試襲都沒有東西看的 這隻馬跑第三,輸位少寶,輸龍寶寶 他中度搶了出來 之後就頂住跑到第三 之後又試了火閘 等前走,然後搶放最後又入Q 這隻馬看到他的狀態都已經十分之好 粗熟出來讓你跑 差在你要稱先這隻還是稱先二郎 等前走的話我不排除 我可能會選擇這隻健康愉快 大那隻二郎 因為二郎連環站下去都沒有什麼表現 三部馬二郎 這隻馬其實一班等前走都沒有什麼看 對手都不算很強 大家都不是劍指那場一班跟你跑 雖然你說輸銀池 但也輸很遠 這些馬實力真的有限 遇到質身馬挑戰 我不覺得會夠跑 但是又一話 這隻馬今季是贏了一場group3的千四 那這場千四又能殺不殺得下呢 我覺得是否真的可以讓他一放到底呢 還是真的有其他馬去挑戰一下他呢 其實他的跑法都很累 上次抽了六檔 這次的檔位還要一樣 上次的檔位還要多一點 馬多的場合 這次是馬少的場合 這些都是要考慮的事情 上次九隻他贏了位小寶 贏了飛輪閃耀的 贏了這麼快的馬力 是否都要跟進絕呢 雖然你說其他馬可能熱身狀態 我認為這一隊二三等前走呢 我覺得都很吸引 一定要叫叫叫叫做 是這兩場一班其他比較差 四號馬幸運快車 蔡宇航馬防禦年期四檔128磅 幸運快車呢 車好像開不動一樣 輸了一場都很遠 等前走輸了 連續其兩場一班呢 千四那場win 真程碎跑千六是不太行 都是叫做喊過第六回來 蔡宇航出兩隻三隻 我覺得這些都要兼顧著 無辦法 對 差在是這隻幸運快車反先 1940 還是他最濕的反先運快車 還是開一個翰宇航三重賽呢 因為這些馬都很合理 可能逐隻馬趕完狀態 再跟大家談選什麼好 你說讓磅都在讓三到四磅 那就是這些幸運快車 這些側身馬一下就可以 五歲馬就可以挑戰到六歲馬的地位呢 這些都是要考慮的位置 五號馬衛少寶 蘇姆羅和黃洲俊俊俊俱5.17磅 蘇姆羅這陣子有省一點 這隻馬這季跑了四次 未得過頭四 這些好中心準誠和你追一段的馬 但這場馬這麼少 只有七隻合不合他追 會不會浪費力等前走 然後追得不太好 這些唯獨要考慮一點 但overall來說 這些馬都是十分準誠的馬 這場我不建議買四重彩 只有七隻馬 差不多每隻都要包穩 我覺得這些如果有陪得過 連贏位都可以搏一搏 路馬很薄 其實二檔125磅 莫磊拉其實是這隻 這隻馬今季入了一次Q 上次跑一班1600米 整體來說 上到高分的賽事好像還沒有什麼表現 其實選擇他也是因為 蔡若翰與莫萊拉的信仰 真實表現下去 我覺得沒什麼看 你是不是這場都要選擇他呢 上次抽了一個二檔 今次又有一個二檔 二檔又入Q 今次是否二檔又入Q 或者贏得到呢 又是要想的點 所以這個勁駁也是 我覺得這些都是範圍內的 七號馬包裝泰寶 希斯馬防漾明亮 其實三檔87磅 這包裝泰寶 練回駁下去都沒有什麼看 是贏了長二班的頭馬 但是想到來跟這班馬跑 高分一點的馬 我不覺得有什麼優勢 所以我覺得這隻包裝泰寶 沒有稱得他那麼鮮 甚至四重彩可能會飛了這隻馬 雖然我覺得沒有馬可以飛 但是這些馬 沒有什麼頒證明要好看 好看制御的 我覺得這些真的還好 四重彩也是最多拖著他 剛剛有說到四重彩 想飛的包裝泰寶 但其實我覺得多飛是不行的 因為這些跑制御的馬 如果三檔二檔有個好制御 適合他追 跟前手都會很威風 其實他都很好跑 好想想想想 也就是沒有阿菲 那今場四重彩提供 我就七隻都要曬 那排序選擇 我覺得這場很難的 因為這些都是一堆想去高分 班次跑 但是搏不贏的馬的賽事 來的 那不如這場就試一下 等前走 二三一隊選一隻 那三就近跡差一點 又搏得密一點 那我就不要他了 我就要了二號馬健康愉快走頭 之後我想選一號馬勝得精彩 因為始終我覺得這些馬 都來到這些組 一定是可以欺負到的 那要了二一 之後 我想都是蔡若翰那裡 選擇武咒雞 四號馬 幸運快車 我覺得這隻馬 準成了勁駁 其實勁駁上來 都不是交到什麼好好的表現出來 是的 那我就要一隻幸運快車先 那要了二一四 之後要一隻五號馬衛少布 是的 那中心沒脫過頭四的馬 我覺得這些沒得不選 雖然說 小馬長及步速慢 但是 希望他都可以撲近一點 是的 二一四五 那第四選 第五選叫六號 二一四五六 是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刻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